这里我们回顾一下span和basis 或者怎么理解span和basis 因为在平时也有不少的学生问过这个问题 比较难理解 首先span的定义 给出来看样子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如果是v1到vn的span 它的定义是v1和vn的所有的线性组合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这种形式的向量 就是我们写成a1 a1v1加上a2v2 加到anvn 这所有的a1都是属于r 看起来这个是看这么一大堆公式比较难理解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说把v1和v1到vn 我们给它做线性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乘遍所有的实数 乘遍所有的实数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那这个直接这么说还是不好理解 乘遍所有的实数再把它加起来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啊 在我们高中学过的就是两个两条线确定一个平面 差不多是差不多是那种的想法 是那种想法 那我们再来用在一维和二维的情况 我们来解释上这个span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第一位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vector 只有一个向量 它应该是什么样 只有一个vector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所有的这种 这种样子的vector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向量 这是ve 我们给它乘上一个乘上一个常数 相当于只是对它做伸缩 也就是说 这一块 是lambda位 那我们lambda如果说再长一点呢 我们lambda变个数 那我们再变 lambda再变大 再变大 好 如果lambda是复数来 我们就可以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那我们把lambda取变所有的时数以后 那这个lambdav就是一条直线 也就是说lambdav1 这个span spanv1就是一条直线 span span就是一条直线 那么所有的这个直线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v1 我们拉长以后 那么拉伸到无穷远处以后 就是整个就是一条直线 因为我们这里的lambda和这个a 这些系数都是我们取变所有的时数 取变所有的时数 那么所有的这种集合 那它就是一条直线 那如果是span是二位的 那我们看v1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v2是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如果是我们相信它是先先 如果它们是先行无关的话 如果是先行相关的话 就是linear的dependent 那它们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么它的span是同一条直线 就是一条直线 那么如果是二位的 我们可以把 它是等于我们是a1v1 这是a1v1加上a2v2 我们把a1和a2 我们取变所有的时数 所以实际上就是 就是这两个向量所张成的平面 例如说a1和a2 都取变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向量 就是这样一个向量 我们根据向量的加法 那么a1a2 如果一个取1一个取2 例如说a1取1 为a2取2 那么我们可能得到 是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么把a1和a2 区别所有的时数以后 那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平面 我们把这个平面 就是由这个v1和v2 比如说a1和a2 所张成的这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和我们无限延伸 两边无限延伸 我们说a1和a2 都是实数的话 那么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平面 或者我们用标准的标准的标准的这个 叫做标准计就是standard basis 那么e1和e2 那么就是 它就是一个r2 e1是什么 这是i 就是01 1 1是等于我们是 1 0 1 2 是等于 0 1 1 它们两个是正交的 它们两个是垂直 perpendicular 或者是orthogonal 我们e1的 我们lambdae1 就是 那么这个是e1 我们给它做伸缩 就得到的这条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x轴了 那么e2 我们做伸缩 就得到这一条 这就是华一轴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 我们根据不同的 例如说 我们如果是a1等于1 a2等于1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这个 这个向量 那么a1等于2 a2等于1 就得到的是 得到的是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那我们把a1和a2 取变所有的实数 那我们得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面 我们a1和a2 不同的组合 我们得到 平面上不同的点 也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 例如说我们 x1 e1 加上 y1 2 我们得到的就是x y 你把x y取变所有的实数 那不就是平面吗 这是我们span的定义 就是你把前面 它的定义里面 虽然说是 看起来是一大堆 是一系数 又是系数 又是数 又是vector 实际上也就是说 把这些vector 所有的这些vector 我们每个vector 都乘上一个常数 那这些常数 我们取变所有的实数 得到的其实是一个空间 得到的是一个space 那任何的一个span 一定是个space 它一定是个space 它一定是个space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rm里面的一个subspace 因为在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span里面的所有的这个vector 它都 它都属于这个 都是属于这个空间 如果我们把这个空间记作u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x属于u和y属于u 那么x加上y一定是属于u的 为什么呢 因为x我们可以写成是a1v1加上a2v2 加到anvn 这是x 那么y我们是b1v1加上b2v2 a2v2 加到b2v2 加到b2v2 因为如果说x属于u的话 它一定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因为我们的span里面 本身就是这样的定义 span里面所有的x都可以写成v1到vn的 线形组合 那么y也是一样 那我们把它合起来 就变成a1加上b1 好 v1加上a2加b2v2 一直加到an加上bn 这是vn 那么看还是v1和vn的线形组合 所以它是属于u的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 那么lambdax一定也是属于u的 因为lambdax 它是等于lambdaa1v1加上lambdaa2v2 加到lambdaanvn 那也是v1到vn的线形组合 所以仍然是属于u 这是span的定义 我们要这样去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的系数 是乘变所有的实数 那span出来的一定是一个空间 一个subspace subspace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 这个rm的subspace 这是我们的span的定义 它要这样去理解它 我们从二维中间 我们一维的span span对一个vector的span是一个直线 因为你把这个vector做伸缩 二维的就是把两个向量 相当于两个向量所组成的一个平行 四面 就是四个方向去延伸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面 那还有一个basis的定义 什么是basis呢? 我们说一个set 例如说我们把它记作 也还是记作u吧 它是ve到ven 我们说是一个basis 是另外一个subspace的basis 这一定是一个subspace 那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v到ven 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第二个条件就是span v1到vn 它正好是等于我们这个subspace 这个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这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v中间的所有的vector 对所有的 v中间的vector x都可以写成是v1到vn的先行组合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例如说我们说r 很简单的一个r2 那我们说它的basis basis是我们是 11等于1012等于01 那我们看r 如果是x属于r2 也就是说 x它一定是写成 xy的形式 xy的形式 xy的形式一定可以写成 x11 加上y12 也就是说 r2中间的任何的一个向量 都可以用这两个vector 可以线性表示出来 就是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 by these two vectors 这是我们basis的定义 那么实际上一个空间 只要给定了basis 它的空间就唯一的确定了 当然basis本身不是唯一的 例如说r2的basis 可以有e1和e2 它也可以说basis 可以选 例如说选a1等于1 a2等于1-1 它们两个是linear independent r2就是一个平面 那么这两个vector 它们之间是linearly independent 但是它的span正好是一个平面 这个span出来的平面就是r2 就是说basis不唯一 但是span出来的空间是唯一的 那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涉及到就是说basis之间 它们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basis 两个basis 如果是等 这两个basis 如果整成同一个空间 那这两个basis 它们之间是相互可以相互表示的 也就是说 那例如说我们a1 可以写成是e1加上e2 而a2是等于e1解e2 也就是说basis 相可以相互表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a1 可以用e1和e2表示 反过来e1 e1也可以用a1 a2来表示 它是1 2 a1加上a2 而e2是等于1 2 a1-a2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basis不唯一 那也就是basis本身是不唯一的 但是它们章程的空间是同一个空间 那这basis之间是可以相互表示的 那这里两组basis之间也可以说是等价的 这是basis的定义 那我们只解释他们这些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定义是怎么理解 那立体我就不再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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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